真的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因為昨天我們才看舊了 俄羅斯被西方國家逐出了SWIP 當然這件事情一出 俄羅斯今天馬上回擊了 捍衛請上來 他說我知道全世界很多人都買了 俄羅斯的政府公債 我們秀一下俄羅斯的政府公債 殖利率10年級的給大家看 很恐怖 畫面上你所看到 是俄羅斯10年級的公債 殖利率到昨天的時候標到最高 最高的時候大概是14%左右 也就是你買俄羅斯的10年級公債 你有這麼高的殖利率 但是你敢買嗎 怕死了 大家都把它賣掉 所以價格來到了新低 這就是大家很恐慌害怕 賣掉的證據了 為什麼不敢買呢 來你買了有啥用呢 剛剛那一張 因為俄羅斯政府對外說 你買我的債啊 抱歉我不給你利息喔 那我是白搭嘛 當然為什麼不給習 而今天廣告又講了 這請小心我們可能會有兩大衝擊 衝擊得從俄羅斯這個國家被降頻來說起對吧 對 因為目前全球三大信評機構 第一個標普掀開第一槍 他把俄羅斯的信用頻率從BBB的等級 下降到BBPlus的一個等級 也就是說原本這是投資等級的債券 下降到BBPlus的等級 代表他已經變成投機等級 也就俗稱的垃圾債 那目前目的的部分還維持在所謂投資等級 揮揮的部分也維持在投資等級 但這兩家我覺得目前來看 都有調降平等的一個風險 所以Triple B來說應該算是投資等級 當你少了一個B變成Double B 就算是Plus已經掉到 對 變垃圾債的等級 不是投資等級是垃圾債喔 也就是公司比較不穩的 大家不會買你的很投機的 利息要給我高一點點我才願意買 所以以您的研判 現在是標普開第一槍 目的 惠譽都會跟進 調降俄羅斯的評價 目前來看機會非常的高 因為我覺得整個俄羅斯 都已經講說我不還債息了 代表他有違約的風險 以信民機構的一個標準來看的話 我覺得勢必要做一個調降的動作 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來去分幾個面向來做個討論 第一個對國有銀行的衝擊 因為有些國有銀行 目前持有所謂俄羅斯的主權債 如果說這評價 從所謂的一個投資等級 下調到所謂垃圾債等級的話 會導致整個債券價格崩跌 剛剛瑞環姐給我們看過 那個質率飆高 就代表債券的價格 已經開始在崩跌當中 如果剛剛那個圖 您再沒感覺 我們現在拉更長了 這每一根棒子是一個月 剛剛不是講了嗎 昨天呢 俄羅斯的10年級公債殖利率飆到14% 您看往前這麼一對過來 可是創下2015年7年來的新高 這有多恐怖 解釋一下 對 你可以看到這一次 就是因為俄烏開戰的關係 但上一次俄烏之間的衝突 是在2014年的克里米亞的一個事件 導致整個俄羅斯的債券一樣出現大幅度的崩跌 債券值又要飆高 對 目前來看的話 但我覺得這一次的事件的影響 大家就可以觀察 如果是突破這個高點的話 代表這個金融戰的風險 比上一次來的更高 俄羅斯面對更嚴重的一個制裁 那這時候對於國有的銀行或投資產來講 你手上持有了俄羅斯相關的資產 我覺得可能要提高你的風險意識了 跟您報告這邊是16 所以快要到了14 16 但現在有點掉下 現在掉到大概13左右 這完全呼應了 昨天我看前線也都知道 國際金融機構已經說了 俄羅斯政府有倒債違約的風險 今天就發生了 不把息給你 不就是違約倒債嗎 所以很可怕 我們來清掉之後 所以國人要盯著看 國內的銀行有衝擊了 對 就目前來看的話 我覺得要留意到國有銀行 持有俄羅斯主權債比較高 或者俄羅斯基金股票的部分 他們持有者 因為他可以持有到到期 所以本金可能沒有太大風險 但因為他評價是每一季做一個評價 所以評價損失會反映在財報上面的 這個所謂的損失風險上面 可能財報我覺得相對會不太好看 OK 這個主權債跟您報告 就是政府債那一些 那投資人部分的話 當然先一段有些投資人 去投資到俄羅斯的債券基金 所以你面臨到的就是 價格跟匯率雙殺的一個風險 而且平等下調的話 我覺得比較麻煩 是會導致一些債券的拋售風險 因為可能買一些全球的 所謂投資等級債 但他被調降之後 俄羅斯債券就被踢出去了 所以這時候這些投資等級債的 一個基金會拋售俄羅斯的債券 導致那種連鎖多莎多的一個賣壓 而且基金的禁止 整個就會萎縮掉 因為他價格是往下墜的 你就本來是賺錢的 現在就會變賠錢了 是的 那另外來看的話 當然很多國人 就因為投資受險的投資性保單 他們就會問說 我投資性保單 會不會投資到俄羅斯的部分 不管投資股票 投資債券 我覺得目前來看 這種比重應該相對比較輕 所以如果說真的有遇到 投資俄羅斯部分的股票的話 債券我覺得短暗來看 都會有一些急跌的風險 或沒有辦法贖回的一個風險 所以我問您 漢偉 如果您還是真的很擔心 投資人是不是可以 不管您是投資型保單 或者買一些海外的基金 如果您的名稱是高收益的 或者是新興市場的 您擔心打去問一下 我的部位裡面 有沒有俄羅斯相關的對不對 是的 投信工會 或者說你可以直接受險工會 可以去查詢相關的資料 好 那趕快往下走了 因為金管會已經提醒了 小心兩大衝擊 對 那我講說其實昨天也提到 因為全球銀行都有加入 是Swift 所以如果沒有Swift的話 沒有辦法去匯款到國外去 所以目前俄羅斯就面臨到 金融中斷的一個風險 那以金管會的說法說 他會對市場造成兩大影響 第一個就是說 台灣的這些銀行 受險業或這個投信的機構 他交易對手會受到限制 也就是說可能被制裁的對象 沒有辦法做交易 那另外就是說 俄羅斯錢付不出來 不管是廠商或說一些所謂的銀行 他沒有辦法交割款 所以交割時間會出現延長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說 有可能就是你本來是用盧布來藏載 目前來看盧布已經在市場上被拋售出來 所以有可能他會透過其他匹別 來償還你的債務 所以如果以金管會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說這事件沒有在擴散的話 可能這影響 就影響到一些時間 實現性 但整體上衝擊並不會太大 在昨天我們已經教過大家了 Swift所指的就是 盧布跟他貨幣進行換匯 只是這個動作現在不行了 所以可能你用其他的貨幣 用美元 歐元還有辦法換 可是就怕你手上抱了一大堆的盧布 就會虧很大了 擔心在這 那接著呢 對 接著我們就整個金融業的三大產業 來做一個看待 第一個 受險業 因為他們手上真的很多持有 這俄羅斯相關的國債 公債 目前來看持有到期的話 只要俄羅斯這國家真的沒有倒掉 或說這個事件不會 就真的打了八年 十年 沒有超過這個債券到期的話 他還是可以拿到本金跟利息 只是說 短時間拿不到 短時間拿不到 因為時間會拉得比較久 那目前來看的話 可能就是說這個利息的部分 會採用非美元的必別 去做一個償付 也就是不會受到 俄羅斯盧布貶值的一個壓力 所以受險業 如果以目前的狀況來看的話 衝擊我覺得應該 還是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那你這麼說 我突然想到 如果我們投資人買的是 俄羅斯相關的公債 或者是公司債這些等等 他不是用盧布計價 而是用美元必別計價 會不會就比較無傷 相較來看可能傷害比較沒有小 就是說你只受到價格下跌的風險 但不會有匯率下跌的風險 這個部分存在 那目前來看 但我覺得受險業持續評估當中 那再來就是銀行業的部分 可能要擔心的是 因為有一些對於這個企業戶 他可能這個本身有非常多 在俄羅斯佈局的事業 或說往來的一個金額 那這時候他們可能就面對到 貨款收付的時間會延長 收不回來 業務量的部分 因為受到制裁的關係 沒有辦法在俄羅斯做生意了 所以企業戶的部分 帳上現金流量如果不太夠的話 會影響到銀行 可能會有一些呆帳 壞帳的一個風險 所以對銀行業來講的話 會有這種所謂壞帳風險的一個存在 因為你的現金流 本來可以收到這麼多的貨款 現在俄羅斯那邊錢出不來了 貨款收不到 銀行再放貸部分 但就會限縮了 對 而且如果你收到的是盧布 現在扁翻掉了 你可能也不敢再收回來了 那我們差不多看一下盧布好不好 就是俄羅斯貨幣盧布 觀眾朋友看到煤 這是1美元兌換多少盧布 115.2950 這可是史上貶值的新低 錢落袍 這就是證據了 看到沒爆量了 接著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當然就對大家來講 就是說一般投資人會投資到的 投信業相關的一些基金 那目前來看的話 如果你是投資境外投資 俄羅斯相關的基金比較麻煩 因為現在是暫停申訴 你什麼動作都不能做 不能贖回 對 因為俄羅斯股市 會市完全都停止交易 所以你完全沒有辦法贖回 因為俄羅斯境外的基金 有些直接投資到俄羅斯的股市 再是會市 所以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投信業者他要賣股票 或者是出脫持股部位 他賣不掉 因為他暫停交易 對 所以這就會變成說 你可能就是不能動 看他進去往下跌 我覺得大家可能會有一點擔心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投資是境內基金 也就是國內投信發行的 他投資俄羅斯相關的基金的話 大部分都是以歐美的ADR為主 所以目前來看還有流動性 只是說因為他們目前都在停牌當中 可是你還是可以正常做生疏的一個動作 那照經管會的說法 其實我們佈局到俄羅斯相關的金融商品 好像比例也不是那麼高嗎 比例不高 如果以投信來講 佔整個全部投資的比例 大概好像不到三個百分點 相對是比較低的 感謝漢偉 非常謝謝您了 請回座 我就是會擔心您手上中彈了 拆到地雷而不知道 所以還是擔心海外佈局 有些的基金打電話問一下 謝謝漢偉 說明白心就比較安一點點 進廣告回到現場之後 那這個心安不安呢 就在今天美國總統拜登過親咨吻 美國央行領總會報爾國會的聽證 講哪些重點 因為俄烏現在繼續在開戰當中 讓齊展告訴你